你好,我是順子 我去買了一個雪塘手錶 那我先來開箱看看 就這樣子而已,這個沒有東西了 這個雪塘手錶我已經看了很多的廣告 這個廣告打得非常兇 這個花了我1599塊台幣買的 這個有一個傳輸線 所以應該是用這種USB或者是Type-C充電的 長這個樣子 這個廣告上的照片都拍得很漂亮 實際上也還不錯 我先講一下我對這個雪塘手錶的看法 因為我會覺得這個應該是一種趨勢吧 就是說在目前的醫學或者是這種穿戴式的手錶裝置上面 我覺得能夠戴著手錶測血糖 應該是一件可以期待的事情 因為你看嘛,現在那個Apple Watch 都可以偵測到你的心率、心跳、血氧這些 所以理論上來講應該是可以做到偵測血糖 血壓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只是說我們會比較考慮 像這種手錶它的準確性 血糖的準確性如何 夠不夠準確 這個是比較要考慮的地方 那你說這個價格1599 我覺得這個台幣來講 算便宜 老實講真的算便宜 怎麼拆啊 這邊有一個膜要稍微把它撕開吧 要把這個膠帶撕開來 這個不是業配齁 我真的是網路上 這個不是業配齁 就是去買來齁 想試看看它的效果怎麼樣 有個說明書 看起來還不錯齁 看起來外觀還蠻漂亮的齁 是這樣子 我還不是很清楚齁 這個血糖手錶 它偵測血糖的原理是什麼 因為畢竟它不是穿刺 不是侵入性的檢測 它是戴在手錶上面 不管是利用什麼光 或者是什麼去偵測血糖質 那準確度如何是我們唯一要注意的 如果說這種血糖手錶呢 它的準確度夠的話 我覺得未來會有很多的血糖機公司 揣在蛋 非常擔心這種技術的突破 因為如果說血糖手錶真的能夠準確度的話 那我相信大概可能不太會有人再去買血糖機 因為目前的血糖機操作就是要扎手指頭 要擠血 要痛 還要花錢去買柿子 這個耗材 那一隻血糖手錶如果都能夠做到我們日常所需的這個血糖偵測的話 那對我旁邊來講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福音 一開始我看到這種血糖手錶的廣告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這個是詐騙 因為它的廣告的方式啊 一夜市的廣告 然後也沒有註明是哪家公司做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應該是詐騙 應該是騙人的 所以我就很不屑 我就覺得這個 絕對不要花這個錢去買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呢 這個 不曉得這個 它到底 這個準確度 到底是多少 那 因為其實也蠻多 我們糖尿病人有在問血糖手錶 那 可能 我猜老應該蠻多家廠商在做這個東西 因為我看到好幾種不同的廣告 那不同的款式 我就挑了一款買來開箱看看 用看看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血糖手錶也很好奇的話呢 那你可以關注一下 我之後會做一支影片 來分享一下我使用的新的 以及我對這支血糖手錶的評論 好 今天影片很簡單 那就分享到這邊 下次再見 拜拜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